大家好,我是老万 这一期视频不带感情色彩 从中立的角度去说一下 说一下痛苦嘛 因为我现在身上的身份比较复杂 我们现在和启任玉福在做 舒服一家700P的底盘的房车 从这个角度来讲 其实我是一个房车品牌的应用者 然后呢,我又做了房车体验中心 精灯一号房车营地 虽然说这两块都交给我媳妇来打理了 但是整体上我又算是做营地的 另外大家也看到我在后面停车的三台车 美金美加的卡丘500 泰图拉和中间的大神的满牛一家 这都是新车 虽然说就未来这个的重点是我媳妇在做 当然了,你说媳妇能和我分开吗 不离婚,她做的其实也就是我做的 我要是房车经销商 对吧 然后同时呢,我又给车友代卖 二手车 你别管怎么着,你这就是二手车 你自己不承认你是二手车犯子 那只要你从中间赚了钱了 虽然说我只赚5000块钱啊 赚车友的钱 然后买家和卖家直接谈 但我这多少跟二手车犯子也在那边 然后我又是一个房车自媒体人 自己派了七年了 现在车燃我也去宣传房车露营文化 死气败烈的 对吧 就死气败烈的不想离开这个自媒体人的角色 有点不要脸 但你说这些是不是我就觉得我比较杂呀 但是今天我要说的重点是房车展会 第一,我实话实说 从宣传房车文化 从让车友看车这个角度 展会确实是不错的 但是你另外一个视角去看 你不以自媒体人的视角 你从经销商的视角来看 这个展会多多少少就有点那啥 因为展会多了 大家都去展会买车 然后这些经销商 你说他们怎么办呢 对吧 我租了一个地方 我雇了销售 然后展会这么多 我卖不了车呀 对吧 我不带任何色彩啊 那个经销商的朋友不用感谢我 展商也不用抱怨我 咱们就说这个事 所以说这是一个比较尴尬的一个地方 因为很多车友就会认为展会价格低 对吧 然后那经销商说我价格也能低呀 对吧 但是那个车友说 我到里面就能看一家车或几家车 我去展会多好 所以说这里面没有谁对谁错 我知道展商的朋友现在日子也不好过 但是我在这要明确的告诉大家一点 摆在我院里的车 我不管你参不参展 对吧 你从我这买 展会能给的价格 我也一定能给 这个不是我给 是我会去跟厂家要 你比如说这个大池的 大池漫牛一家 对吧 你不管大池到哪参展 你只要跟我说 老板 我看大池这个展会的价格是什么什么样的 这个价格你能不能给我 我肯定能给 而且我告诉你 没几块比他给的多 这不是说打什么价格战 是因为我的成本低 对吧 我的销售就是我媳妇和我 再加上我姐夫 对吧 然后包括我们这个场地 我们也是跟我那个哥们 我们也合作的形式的 所以整体上 就包括宣传都是我自己在宣传 我爸能省的钱都省了 你拼价格谁能拼过我 对吧 另外我还能给车友搞个服务 你买了他家车有什么问题 你跟他 你自己去危险多孤独 你叫上我 是吧 我还能保证你价格稳定 是不是到这就觉得是个广告了 我告诉你 就是个广告 我就是想告诉大家 我还在卖这个大石吗 你有意义 这个车大家已经很了解了 都不用太细数了 轻刻底盘里的性价比之王 对 比这个EV科底盘便宜 你如果说像买大石的EV科底盘 也可以 有图乐 对吧 就是EV科底盘的 2.8T的 材油的48伏的双发 就里边所有的东西都够用 我就不想给大家详细介绍了 因为这个太 大家已经太了解这个车了 对吧 加水口 对吧 200升的水箱 完全没问题 然后抽拉式马桶 这边一个后边的一个大的储物仓 房车专用的拆油罩 是吧 我上车看看 而且突然多这个底盘也不用担心了 这个底盘也是经过这个市场检验的 目前已经完全没问题了 我们看一下整体 它是一个双拓 双拓它整个空间就是非常的大 然后具体的生活设施 简单的一带过吧 电磁炉 洗手盆 然后这么这是一个卡座 这个放下来之后睡一个人是没问题的 然后这边是格兰斯的微波炉 这个是弗洛斯特的冰箱 这个下面是一个挫出器的一个床 这个床睡两个人也是没问题的 然后我们再加上额头床能睡两个人 这个车理论上是能睡五个人 但是绝对不建议大家睡五个人 车睡那么多人就没法玩了 这个副驾是可以旋转的 整体这个车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最后还是要跟大家重复那句 你从我这买车价格绝对不比任何一个地方高 然后我还能一起给你搞服务 然后 一开心再送你个小样的迎位 是吧 我是不可能的 好嘞 最后我们还是要重复我们那句话 做一个文明的房车旅行者 不管你看谁家的房车 在公共场合 比如说像厅城市场这些地方 不乱扬垃圾 不晒内衣 中国房车未来可惜 我是老万 更受房车小白欢迎的自媒体人 关注我 买房车不迷路